让美美们很生气的李佳琪 最近一语掀起千层浪 那问个跟直播站边的问题 中国直播电商第一层是谁 你知道吗 这是到送份的题啊 浙江杭州一座集齐了5万主播的直播电商第一层 是大家所知道的新班老罗等各大主播汇聚的地方 在杭州据说每244个人里就有一个是主播 每12个人里就有一个从事直播相关的行业 杭州是一个你居家购物上网商品总绕不开的地方 今天咱就来彻彻底底的了解一下杭州 提起杭州大家能想到一大把标签 人间天堂 电商之都 杭州西湖 雷锋塔 法海 许仙 北江子 京行大运河 美食荒漠 哎 你美食荒漠你这就不要提 杭州是个湖城相依的城市 西湖成就了杭州 杭州也成就了西湖 再也没有哪个城市能跟一个湖联系这么密切了 作为中国文化第一湖 西湖让中国文人向往了一千多年 也把中国文学史上最美的语言都留在了西湖 留在了杭州 好多人不知道几千年前的西湖 跟前南江是一个整体 一起奔流到海不复回 也就是说西湖的水曾经装的是海水 那会儿的杭州还没有城市的概念 土壤延简化严重 被中原称为吴越蛮夷之地 上古时期大雨之水 冬至快季 在浙江舍州登陆 一古代州又叫杭 杭州开始得名宇航 在千百年后喜欢玩谐音梗的当地老百姓 把宇航改叫了渔航 现在的杭州还有个宇航区 杭州初登历史舞台是春秋时期 吴越争霸 卧薪长胆三千月甲可吞吴 杭州一代一会儿归吴国 一会儿归越国 秦日皇一所六合后 在灵影山下设立了前塘线 所以今天的杭州也叫前塘 杭州正式闪亮登场 并开始走上人生巅峰 是在随手 随手去渔航的杭是名杭州 江河大运河开通之后 杭州成了大运河的终点 南梁北运 开启了杭州十几个世纪的繁华 让江南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才 现在的杭州是全国城市榜里的前塞墙 靠电商出道 挖了北上广深的墙角 成了电商一哥 很多人想不明白 互联网本该是一线城市的超强技能 杭州为啥逆天改命了呢 我觉得杭州有经商致富的基因 在现代杭州 光一个宁波 就走出了一百多个两院院士 人送外号院士之乡 杭州的实力也不弱 这位创富热土 把聪明的头脑发挥到极致的杭州 下面的每个县 每个乡镇 甚至每个村 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 记得P这一块 排后面的浙江 也是虽然我大山东紧迫感满满的一个 两文件数的电商可得好好搞 争取带领济南 早日超越杭州 你这口气也不一大